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人家看待这个问题 任何一个书法家 他在一生当中写字 难免写错了字 这是完全可以被原谅的事情 而且在写错字当中 勾勾点点把它划去 或者是忘记了划掉的 或者审视不清 而后来就流传下来 这些个也都不是大问题 关键是看你写错的字是一个低级错误 还是一个高级错误 当然错误也没有什么高级可言 但是就是说相比之下就是不精心的出现了某些个错误 像这些个问题是可以原谅的 甚至完全可以不计较 但是如果你犯的是一个低级错误 就流露出你书家本人的文学水平 素养问题 底蕴问题都暴露无遗 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原则问题 这就看你出的是什么错 本来原则上说写错了一个字 写错几个字都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你写的错误 是一个暴露你学识上的不足 暴露你底蕴不足等等 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应该是原则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跟大家说一说 哪些个都属于是一般的错误 哪些属于是低级的错误 原则上的问题 原则上的问题 我们要把它区别开来 比如说 咱们说过汪熙之是书胜 书胜汪熙之也写过错误 比如说他写的《蓝天旭》当中就有一句叫做快然自得 这个快然自得被后来很多的文字证明 当初这是快字是没问题的 快 快然自得 快然自得 但是汪熙之却比悟写了个央然自得 把那个筷子多了一笔 我们再来看我写过这几次 他就在这边加了一数 这就成了一个央然自得 这个写成了一个央然自得就无法解释了 但是说这是一般笔物 不是什么大问题 他在《蓝天旭》当中也不少有丢掉的字 比如说冲山军领的冲山两个字漏掉了 然后他补写在旁边跨上了 比如说这是最后有感于斯文的文字 他又改过了 里面有很多的地方勾勾摸摸的 不断出现错误 这些东西都是一般性的文字上的疏漏 不成为问题 我们任何一个人写 写字都难免出现类似的问题 比如说像征作为 王岐志的征作为 记者稿等等里边是勾了点 点了圈抹来抹去的 出现错误一边修改 因为他在写字的时候 他的心意主要在词句上 在内容上 他觉得这句话说的不太合适 他就勾去之后重新再写一句话 像这些个问题都不算是问题 但是我们说的一些低级错误是哪些呢 就暴露你修养不足文化水准 第一下暴露出这些东西的时候 就被别人小看见 这时候不是一般的比误 是你本人必然要犯的错误 因为你的底蕴不足 而必然暴露出来这些问题 就是不肯原谅的 就应该必须你要提高自己 要纠正自己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比如说说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人写 这个月落屋梯霜满天江峰与吼 就是大家快去人口的这首诗 他居然写成了 比如说写成了月落屋梯 写成月落鸟梯 比如说月落鸟梯霜满天 鸟梯 尽管吼子和鸟子在这时候基本是同意 但是一旦你念成了鸟梯的时候 你是出现什么错误吗 鸟是赏声 属于则声 乌是属于瓶声 那么在这时候 必须是则则拼拼 则则拼 那在这个时候 你出现了鸟梯的时候 就则则拼 违反试的规律 说明你不懂试 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暴露了你文字化定性的不足 虽然只是一笔之差 其实这就是一个点 在文字学上 鸟子中间有那个点 是代表鸟的眼睛 乌鸦因为是黑的 所以看不见鸟 看不见眼睛 所以整个就把眼睛去掉 就成了一种污渍 但是我们说这个问题 先不谈文字学人角度讲 就从整体说诗学诗文上讲 你不懂 你不懂就暴露你文化定性的不足 那么这是第一级错误 另外还有些人 由于由于繁体字的混乱 有些人比如说写台字 这个台字 这间写的 不对 不对 这个台字 在古代就有这个字 比如说某某先生台见 我们写书信的 马上用台见 就必须用这个台字 你如果在这时候 用了这个台字 你说我写这个繁体 错了 这个台字只能高台 土台 用这个台字在讲 所以你用这个台字 是跟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 这就是第一级上的错误 还有一些反简字不分 比如说有些人写苏式的 这个燕珠胶赤壁怀骨 后边就用了比如说 这个早生滑发 早生滑发 滑丽的滑 这会当白发讲 滑发 是那个发字出现问题了 他写成这个发字 写成繁体这个发字 因为翻简字 他看着简发字的一些 一写的书本 他抄录的时候 以为 因为上面写的是这个发吗 他以为是这个发吗 这就乱了 这些都是第一级错误 比如子曰诗云 云字 那么写云字的时候 必须是这个云字 诗云 如果你 你写成这个云字 那就第一级错误 类似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说 在很多很多的这个 书法作品当中 尤其是近人写的字 现在包括 全国书展什么 获奖作品 错字跌出 举不胜举 太多了 这些很多错误 都是第一级错误的 因此我们 再次的对青少年朋友 包括中年朋友 中年书界的朋友 你们务必要多读书 一定在古典威学上过关 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你的书法 提高 是很困难很困难的事情 你写来写去 写成一个字降 如果你写的板质一点 就出现降气 如果你写的开放一点 就变成爷气 如果你冤笔用的过多 就俗气 你方笔用的过多了之后 就板质 就等等 俗气 野气 降气 随之而来 原因就是 你文化水平没有 所以在近人 犯的这个文字上的错误 多数都是低级错误 这点必须在克服之列 谢老师 这个现代的 有一些作家当中 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甚至说一些低级的错误 那么古代的书家 有没有犯过 这样的低级错误呢 也有 古代的一些 书法背帖当中也有 但在帖学这个系统当中 由于当初都是一些 大门人们留下的字迹 所以低级错误很少见 但是在卫背和汉背 这个背学系统当中 确实出现了 很多的低级错误 这样的事与是不少的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字 比如初 这个初字 这个初字 就是起初 当开始讲 这个初字 就在卫背当中 不少见到点一个点 点一个点 实际上这已经是错别字了 不对 有些人把它现在 当作卑别字来对待 说卫背就这样写 实际上 这样写是第一级错误 卫背里很多的人 在这样写 这是第一级错 为什么呢 因为在文字学上讲 这个初字 他讲的是 猜疑之实也 猜疑之实 他是说呀 我们在古代人做衣服的时候 用刀来裁 所以是一个衣补旁 所以一个衣补旁 加上一只刀 刀 他为什么念初呢 他告诉猜疑之实也 就是在猜疑衣服下的第一刀 叫初 下的最后一刀叫朱 朱就是冰朱的朱 也当最后讲 就是人死了朱年 多少多少 最开启的一刀叫朱 最末的一刀叫朱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先说这个朱子 在卫背当中 很多人这样写 我无妨拿出诗例来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来看一看 我手里拿的这本 叫书法大字典 这个大字典是 日本人搞的 不是咱们中国 搞的这个书法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 字数比较全 比较多 我们来看一看 这是那个初字 规范字 你看 唐朝人 欧阳勋写的 两点 大家注意看 两点 于世南写的 两点 欧阳勋的儿子 欧阳通写的 两点 燕真心写的 两点 等等 这都是两点 注意看 两点 你看下面开始出现一点的 看魏背 百魏时期写的 魏背 一个点 这必须是从一 从衣补旁 来说明文字学 对这个字的戒律 写一点就错了 你看 唐朝人 在他以后这些人 文学水平非常高 他们写都是两点 到了魏背的年代的时候 很多粗人所谓 民间书法 有些是工匠式的一些写字 不懂得这是两点 人家写一点也可以 所以是错字 不是一种 两种写法 可以这样写 可以那样写 初字是绝对不可以写成一点 写成一点 就违反文字学的基础 那么写一点 这就是错误的 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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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点 而统统是魏背 你看 还是在写一遍 但是这里边 有时候加一撇 你看 这个刀子上面加了一撇 加一撇以后 左边可以写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一撇 实际是代替了 左方的另外一点 就是一撇 凡是你没有加 这个小短撇的 这种 这统统都是错误的 加了这个撇的 实际是右边一字 上边的那一条短撇 它是延长的右边来 这就没问题 所以 只写一点 向前面再看 前面这个 到这 开始 注意看 这就是 左边一点 右边就单写一刀 没有那一小短片 这些都是错的 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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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就开始 对的 对的 所以在魏背当中 有的是写错的 有的写对了的 那么有人会说了 那么一定是在 北魏时期的时候 人们写一点的多 你刚才举那些例子 都是唐朝人 唐朝人在之后 是不是在这时候 自已经规范成为一字了 一字旁 不对 还是文化水准的问题 你看再往前看 在北魏时期以前 注意看 王羲之王献之 东西的时期 这早于北魏时期的 两点 王羲之 王献之 都是两点 因此 我们说 这个字 不是说 可以写一点 可以写两点 是必须写两点 而代表一字旁 所以 古代的魏帖当中 也犯了这些 第一级错 我们用此来 实力 来向大家说明白 并不是北魏时期的 一种卑别字 说我也可以这样写 可以那点 不是的 那么在北魏之前的 大文学家 大书法家 王羲之王献之 就是两点 在以后的欧言 柳诏等等 都是两点 只有魏帝时期 就是因为这些 民间的工匠 写的字 所以对这一点来讲 大家要知道 魏帝当中 错字很多很多 有人把它 简单的认为 是一种卑别字 实际上都是一些错字 今天不可再研究 天老师 像这样的错误 在魏帝中 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那这样的错误 在汉帝当中 有没有出现过呢 你说更早以前 更早以前的 汉带碑文 也有 而且也有这样 第一级错误 甚至还有一些 被人 留作画 画饼 笑饼 这样的问题也有 您能举一个例子吗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 拿了一本 就是张千碑 汉代的张千碑 这是历书 历书 这个汉代的张千碑 是在历书当中 汉历当中 赫赫有名 名列前茅 在书法当中 几乎无懈可击的 一本 画时代的历书作品 应该是这样 我们在 从这个书法上来说 对于张千碑 应该说无懈可击 张千碑的历书 非常之好 与他亲民的 比如说还有什么 李契碑 史臣碑 曹千碑等等 历书的这些代表作 所以提到历书 必然提到汉历 提到汉历 必不可少的 就提到张千碑 应该张千碑 有这么高的权威性 本来是无懈可击了 可是实际上 在里面有第一级错误 哪些第一级错误 我们来看看这段话 你看 就这句话 叫原济且渔君 我们把这几十字写下来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会让大家看清楚了 我们写 新凯书 原济且渔君 大家看这句话 这是句什么话 谁也不懂这是句什么话 您怎么理解呢 这句话 这我也无法理解 因为这里出现错字 字出现问题了 我们就无法解释它的文艺 你来唱一唱 我们再唱冤碑 原济且渔君 比如原子这样写 可能是在汉历当中 那个年代 文字的规范 和今天有所不同 少了一横 也就罢了 记写是什么 我告诉大家 这是把一个字 分为两个字写 出现大错误 那应该是哪个字 是哪个字 是这个记字 是这个字 这个记字 当以集 和当和 还当到 当到 至 就是到来 以至 连接到它这里 叫记 所以这个字 有两个解释 我们看看这个 原济且一君 是什么的话呢 原来济且两字 合在一起 是一个字 是那个济字 这个解释 在古代 写元旦的 担子的时候 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把那两树 通下来 对了 它就是一个 这边就是元旦的担 所以应该是 原济于君 原济于君 是什么呢 通文的读一读 就知道了 我们前面呢 不要读得太远了 他这个意思说 张谦呢 他们家世代三英 世代为政 世代为公 他们家呢 祖代就一直保 这个这个保着汉朝 从那个张良开始等等 允筹威吾之中 决胜千里之外 一直到后来 等等等等 一代一代人 保着汉朝 因此他说呀 张氏抚汉 势在其德 就是他们张家人呢 辅佐的汉朝 世代都有功德 然后说 元济于君 于是他说 一直就到了 张谦这一代人 到了张谦这里 仍然在辅佐的汉朝 所以这个字 应该是道的意思 济于君 就是说这个元字 是个著词 这个著词在这并没有实语 就是从济于君 就是到了张谦 君是对张谦的一种 尊称 是这么一句话 那么要元济且于君 就不像一句话 于是呢 有人会问 那个且字 你说是不是个担子 有什么根据 我们找个处处 告诉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这本书啊 叫 卑别字新编 卑别字新编 就是对卑别字当中 有些字 过去的写法 和今天的不同 这上面记录了很多 大家看 这是元旦的旦 你看 下边 是个茄子 就告诉你 这个担子 在卫碑当中的时候 在古碑当中 可以写成个茄子 而且 这就说明了 大家的对照 这个元济且于君 就是济字下边一个淡字 它写成茄子了 所以这个字在过去 它互相通写 通写 不是通用 并不是这个 通写 这个通甲 并不是 它就是有这种写法 就这样写了 所以我们从卑别字新编上 已经看到了 这个淡字 就可以写成个茄子 这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卫碑当中出现的是第一级错误 为了说明 这是个第一级错误 我们再拿一本书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本书呢 叫汉碑集市 对汉代碑文 统一的做了全世界史 诗文 大家看一看 你看 这是张千碑的部分 大家看 这就是对张千碑的全文的解释 张千碑 下面这就是那个 对冤文的 这种这个 加以解释 他最后解释当中啊 他提到了冤济且一军这句话 你看 这是在第十五个解释当中 他说的这段话 王念孙呢 写了一本书 叫汉历十一 他在这上面说啊 他说冤济且于军啊 在金石文字记中啊 说啊 济济者济之物 济济者济之物 就是那个 这个济子 是他的 务笔 以一字 离为二字也 把一个字啊 分成两个字写 就出现这个错误了 然后呢 右边说呢 说不是错误吧 你们曲解了吧 最后 翁方刚呢 他在呢 金石啊 两汉金石记中啊 他说呀 他说这个 记字啊 确实错了 他说记之为记且 一是物比 他说这是绝对是物比 他说原因是什么呢 他说原因那是 竟一草稿啊 审视未明 而茫然下灵 他告诉我们一个 什么事呢 他说写文章的这人呢 是一个文学的高手 这个文章写得非常的雅 用词各个方面 典史之类的 知道非常多 撰文者是没有问题 写得非常好 只是当年又没有打印机 什么的 就是写的手稿给你 他刚才写得巧帅点 抄录的这人 没有文化 所以他文化水平不高 他只是按着抄 他的书法技巧很好 但是呢 他文字水平很低 所以给出现这样一个错误 于是他出现这个错误了 为了证实这个问题 汪念孙在后边呢 他又说了 他说翁说是也 他说翁方刚讲的太对了 他说冤季且一军呢 意义不可通 季且军不可通啊 他说明是冤季一军之物 他说出处在哪里 他说为冤疲碑呀 上面就有冤季一军这句话 极其名正也 大家也在不断的争论 和去推敲这句话 这方念孙子找到出处了 他说这个为冤疲碑呀 不理解的是魏碑 为冤疲碑也是汉碑 而且还早于这个张千碑 因此呢 他说为冤疲碑 早于张千碑的那个碑上 就有冤季一军这句话 而且很多很多 我们经过查队啊 大家可以无妨在电脑上打一下 打一下冤季 这这句话 马上就看到很多 你打冤季且没有这句话 就证明了 冤季这两字去连用 冤季且没有这句话 因此若干才要证明 冤季且一军是错误 而且这是个低级的错误 因此后代到了隋唐以后 统治者们非常注意 书家的文化水准 就是都是对这些问题的总结 慢慢感觉到 那些字这样写的字是没有价值 等等 所以后来的很多问题出现了 书家必是文人 文人仿称为默客 所以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告诉给大家 古代和今天都有很多 在文字上出现的一些 低级错误 大家不得不知 我们也提醒青年朋友们 务必注意 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 田老师 在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当中 您要给大家讲解和示范哪一个字呢 讲解一个极字 极就是立极 极克 这个极字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 这种字的读音念极 因为经常有人读季 若季若离 诗音念极 这个字的规范 读音应该念极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字 这个极字 大家看看这个字啊 它有一些种特殊的写法 我们之所以把它拿出来 是告诉大家单耳旁的写法 单耳 右方是单耳 以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双耳旁的写法 这个单耳旁的写法 一定要靠下 不要靠上 所以写到的是极字 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法 就是左边要高 右边要低 大家看一看 表面看得很不对称 你看 右边这个根子 上边一直高的这样 高出这么多来 那么 右方的这个竖笔呢 下面一直探出这么多来 你看 很不相称 实际上只有这样写 这个字才好看 如果真的写得左右一样高了 就非常的丑陋 我给写一个这样 有些朋友以为左右对称就是好看的 你看看这个字 这样写好看吗 你看 等这方面空下来的时候 显得这只字 右方非常无力 因此让右 一定要让右方有力量 挑的起来 左方 摁得住 压得住 左方 这才能看出来 兵主之间的关系 如果是我们现在这样写 就很丑陋 即使你把这个单耳旁的这个耳 把它写长了 然后这个字 终于感觉到很丑陋 比如说你下面一直拖到这个地方来 你看 这个字已经也很丑陋 非常不像个字样子 所以我们写这个字 必须右耳往下发 来挑起来 左方 你查 注意 从这个地方起屁 然后回风 是这样的 这里有一个原则 就是这个下方 基本取屁 这个下方取屁 是写好 这个单耳的一个重要的法则 这也是个窍门 知道在下方取屁 不在上面找屁 以这个起勾处 以这个地方计算 和左边两方找屁 这就是写好这个字的窍门 除了这个字之外 其他的类似的字 也是这样写 比如说 却 也是这样 在下方找屁 这就是写好这个字的一个关键 所以下方取屁 不管上方 你高出多少 不管 我只管下方取屁 那么大家会问 那下方取屁 那是根据你的 这个单耳的这个钩的长短 竖笔长短来取决的 那为什么上面要空白那么多 下方以勾来取屁呢 如果说真的你写高之话 仍然可以下方取屁呢 我告诉大家 这里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我们把这个单耳啊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单耳啊 就是右边的竖笔和起勾的这个宽度和长度 用这个方法来对待 你就弄清楚了 因此 右方的这个单耳 不能够是一个扁的 不能是这样的 这是不对的 不能是一个长的 这也是不对的 应该是个方形的 到这个程度 如果我们右边这一竖 大家看啊 从这起来 如果从这就是一横两它 它是个方的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写 这只字就是正确的 因此 不管左边高与低 都应该是右方的单耳 要靠下写 那么这个竖笔呢 也一直往下写 不要太长 但是要挑得住 那么大家说 如果左方矮小 并不高 一定要左方高起来吗 那没必要 比如说扣 这个扣子 左方只是一个口 大家看 右方呢 就是这么一个单耳 通过这次 大家就看出来了 这个下方依然是取平的 正好是两个口并列着 所以左方一旦也比较矮 那就不要高上去 再高上去就不没了 我们再写下这个扣子 大家来看看 单耳旁的一个特点 大家就看明白了 就是 这边的高度是这样 那么右边的高度呢 和它一样就可以了 这就可以了 所以说呢 不管左边是什么 只要是和下方齐齐 这就是合适的一个比例 另外要说的是呢 这是单耳啊 它这个竖笔 要注意的一条 我们再来写一个 这样写也是个雀子 注意看 这笔一定要当锤鹿来对待 一定是锤鹿 不可以写成宣真 单耳啊 尽量不要写成宣真 在凯书当中 因为写出宣真之后 往往力度小 挑不住左方 就是说 不能够使 把左方 真正能够 挑起来 使它表现出力度来 所以单耳 尽量的 写成了垂鹿数 写成这样 如果把单耳 写成了一个宣真数 就显得轻薄 这样显得轻薄 我呢 把这点不说绝对了 因为我偶然见到过 燕真清啊 直接写成宣真 但是我觉得 不如欧阳勋这样 直接写成一个垂鹿 更好一些 所以呢 我只是强调说 常见的 或者是我倾向于 单耳写成垂鹿 至于有些朋友 一定要写成宣真 或喜欢宣真 拿出另外一些字里 来跟我对照 我觉得 也有你的 这个 随意性 和你自己的选择 这都没有关系 我最后再写下 楷书的这个机子 还要注意点 就是 就是左边的这个 跟字 左边跟字的 竖笔 这一笔 一定要注意啊 稍稍的 向右倾斜 不要往左倾斜 注意 稍稍的 一点点啊 往这右边倾斜 然后这样起来 这就跟 右边的这个 单耳啊 它往这边倾斜 你往这边倾斜 显得这字就紧凑 如果你 你这一笔 也往左倾斜 单耳也是往左倾斜 注意一下 这个字就歪了 尽管你这数笔是正的 这个字形整体是歪的 所以要注意到这一点 好 我们下边给大家写一下 这只字的 新书的写法 看一下新书啊 再写一遍 慢一点 新书当中明显的 省略了 根字的这一点 把这一点省略 因为如果再把它交代清楚之后 显得这字就很笨重 而且不用加这一点 大家也不影响认读 所以在不影响认读的前提之下 新书也尽量的简略 再看一下这个机子 也可写粗重一点 粗重一点 这都没有关系 也可写得轻硬一点 笔画细一点 这都没有关系 但是像这种地方 一定要有力量 笔下要有千钧之力 虽然这是夸张 但是告诉你这种力量 是来自于你经常练习 自然而然万力 直立上带出那种力度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你故意在这使劲 脚牙切齿 是怎么破摩拳擦掌 都是用不上的力量 这不是打拳摔跤的那种笨力气 这里边是非常轻盈 在轻盈当中饱含着刚进之力 所以这个字写起来的时候 不要再加点 如果再加点的话 你看 这个字显得这个地方 它很笨重 就不好 上边这个地方 可以写宽放 比如这样 可以 这个地方是宽放的 也可以写比较窄的 那么这个地方 只是这样宽度 而这边却是这么长的宽度 在行书当中 这是有很大随意性的 因此 在行书最后的竖笔当中 仍然是需要改善力量 如果这个力量改不上 这个字也感到发飘 非常虚乎 那么这个改善力量 又不是特意的用力 就自然的那种比例 到这个地方呢 习惯性的知道是最后的竖笔 知道这个竖笔声 这力量窄上 并不是说打乱了节奏 到这个地方之后 然后再天天墨 再运运气 再使足进这儿写 这已经不是兴书了 你看前后忽然感到不一致 它是在兴云流水般的 突然有地方发力 这种突然的发力 是书家的一种基本功 是本领 不是你想在哪里发力 或者是我怎么样在哪里 强调用力 不是 它是自然而然的形成的 就像我们说话一样 您吃饭了吗 这个吃字是逻辑重金 它是自然而然的强调 它绝不会说 你吃饭了吗 不可能 它一定强调的吃字 您吃饭了吗 这是自然而然的强调 我们写字是心云流水般 自然而然的 哪个地方用力 哪个地方应该弱一点 这是自然的事情 好 我们下边开始讲一讲 这个极字的草书的写法 草书写法非常简便 可能有的朋友 对草书不熟悉 一下看不出什么字来 实际上仔细看 就看到是这个 凯书兴书的缩影 是这样写 这就是这个极字 再写一遍 这就是这个极字 那么一仔细颤的话 就颤得出来 左边的这一横折 这就把这种 正字的简略了 右边的这一拐弯 就是单耳 长竖笔 改成了一只点 来代替了 就是这么简单 这样的话呢 就告诉大家一个 草书的常识 凡是遇到这种单耳旁 都应该写成 这样一只东西 来代替 所以比如说 刚才我们前面说的 却 这就是这样写 很多的单耳旁 都基本是如此 单耳旁 都应该这样写 但是这样写的草书 不见得都是单耳旁 大家务必注意 就是说单耳应该这样写 但是这样写 不见得都是单耳旁 还有很多字将来我们先介绍 也有类似的一些写法 所以请大家 关注一下 再写下这个几字 草书啊 大体上 差不多就可以 不影响认读就可以 但是 如果写得过于夸张了之后 就可能给人感觉到 不是这个字 比如说你这样写 那就不知是什么字了 很可能念面 因为你夸张过度 或者是你这样写 大家也不一定知是什么字 所以草书草书 基本的一个结构 就是这样 好吗 今天草书 凯书新书 这是极字 就现在大家介绍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庞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